没错就是这样非常完美 我已经将这个标志给制作完毕了麦琪 麦琪现在我们的怪物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并且我们的这怪物学校是以杰杰和麦琪的名字命名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学生 呃等等那个怪物是在那里哭泣吗 没错杰杰那个骨架确实在那里哭泣 我们需要给他提供好一些帮助才可以 你好小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你要一直哭呢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这个村子里面的学校不让我上学 他们说我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且他们还说不会教我们这样的学生 还要将我给赶出村子 我真的很想学习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小白 村子里面的学校并没有那么好 对了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新开的怪物学校开学了 要是你现在加入的话 你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学生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我们的学校的 是啊杰杰说的没错 我保证你会喜欢我们新开的怪物学校 真的吗 那我岂不是你们的第一个学生吗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入课堂里面的 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 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坚持下来的 没错我们也会支持你的 除了你之外我们还没有其他的学生吗 真的吗 你们既然这里缺少学生 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喊我的朋友们一起过来 我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上学呢 大家快点过来啊 这里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这里的学校居然愿意接纳我们这些怪物 什么真的没有想到这里 居然有这么多的怪物在这 是啊杰杰你说的没错 真的没有想到村庄里面的学校 居然拒绝了这么多的学生 你们好大家过来是为了加入我们的怪物学校吗 当然啊我们很愿意加入你们的学校 因为其他的学校根本就不愿意收留我们 真的很高兴在这里可以学习 你们第一堂课会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 好吧我们还是刚刚认识 所以就先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做杰杰而我的搭档叫做麦琪 今天我们两个就是你们这些学生的老师了 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最好是现在就问我们 杰杰说的没错 不要担心问错问题 大家都是新学生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记住错误的问题 还有我们说的话 我看到你们都带了笔还有笔记本 这些事情你们确实做得很好 今天我们的第一堂课是数学课 这一点都不难 什么刚刚发生了什么 大家快点安静下来 只是一本书掉到了地上而已 大家还是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来 麦琪刚刚说的没错 第一堂课是数学课 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据我们所知 你们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学校 所以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能力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比较好 要是有人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就将他的手给举起来 没有举手的话可千万不要大喊叫的 有谁知道这个题目的答案是多少 要是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关系 毕竟你们还是第一次学习数学 一个人都不知道答案是多少吗 这真的不是很难 要是知道答案的人千万不要害羞勇敢的说出你的答案 看来怪物们根本就没有学过数学 放心吧 数学课很快就要结束了 好吧 接下来是对你们的速度测试 可是姐姐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测试我们的速度呢 因为我们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汽车 对了说到车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试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这可该怎么办 小江江一边跑一边跌倒 我想他呀应该是不擅长跑步的 干得漂亮小江江 虽然中间你跌倒了好几次 但是至少你坚持下来了 那么谁将会是下一个呢 好吧 很抱歉麦奇老师 我已经很尽力去跑了 但是我一般习惯于蹦蹦跳跳的 没事的下次还有机会呢 其实我觉得小江江做的还不错 谁将会是下一个测试的学生呢 麦奇你怎么说 姐姐我觉得小江江做的已经够好了 最主要是他一直坚持下来了没有放弃 好了 现在还有很多的学生在这里呢 让我们看看谁将会是下一个进入跑道的学生吧 哈哈看来这几个学生想要进行一场比赛 虽然这看起来并不是很公平的样子 因为莫影人可以顺移 我想这个比赛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史莱姆也很不错 他们两个都成功到达了终点 接下来是哪两个学生要进行比赛呢 什么竟然是苦力怕还有烈焰人 虽然苦力怕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烈焰人会飞这一个特点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所以结果毫无疑问是烈焰人获得了胜利 苦力怕也只是比烈焰人慢一点 谁将会是下一个进行测试的呢 我们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学生了 只有小白没有跑吧 好吧小白既然你不愿意跑的话 那我就背你过去 莫影人还真是调皮 我想我们还是测试一下小白的能力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过去阻止一下莫影人吧 莫影人快点将小白放下来 大家都测试了不能将小白落下来 好吧我只是想要帮助我的朋友小白而已 并且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莫影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每一个参赛者都需要靠自己完成比赛 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你们的能力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要责怪我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正确 我是在帮助我的朋友小白 莫影人快点将他放下来 每个人都需要亲自上课才可以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你们的特点是什么 知道了你们自己的特点 你们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你们的能力 要是你帮助了小白 他就不可以成长了 你现在以你最快的速度找到一块黄金给我 放心姐姐老师我很快就会回来 好吧让我看看莫影人需要多久才可以找到一块黄金 哈哈还不错居然这么快就回来 干得漂亮莫影人 你对你的顺移能力掌握得很好 现在再去找一个绿宝石过来 最好是速度比上次还要快 好的姐姐老师我现在就去 我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绿宝石 姐姐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将莫影人的能力给改造一下 我回来了姐姐老师 这次的速度是不是更快 不行不行 你的主要能力是顺移 你必须将这个能力训练的更加强大 姐姐你训练他们的能力可真是有一套 看来其他人以后也需要靠你来训练了 再快一点默影人 这并不是你的极限 好吧姐姐老师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希望默影人这次可以提高他的成绩 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可是你为什么带回来的是一个泥土块 你必须快速并且准确的带回方块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的比这个还好 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始测试烈焰人的能力了 我为烈焰人专门搭建了一个农场 烈焰人麦奇告诉了你你需要做什么事情了 你必须提升你的能力并且加强你的火焰 这应该是你一个人的专属能力 似乎其他人都没有拥有火焰 好吧我看到了你的所作所文了 真没想到你居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看来我要好好地表扬一下你了 谢谢你的夸奖姐姐老师 多亏了麦奇老师之前教导的好 你干得很漂亮 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继续这样练习下去 我相信你很快就可以熔练这些铁块还有黄金块了 默影人这些方块都是你刚刚帮回来的吗 那还真的不错 没想到你居然可以扳回来这么多种类的方块 而且速度还很快 干得很好看来的能力提升了不少 没错姐姐老师 我一直都是在按照你的要求训练的 好吧我也会给你一个很高的分数的 因为看得出来你一直都在训练 不过你还要继续保持努力 好了麦奇我们现在去看看别的学生吧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姐姐老师 姐姐老师我一直都在按照你的要求在训练 现在我的爆炸威力就和TNT差不多了 并且我还自己制作出了很多的TNT炸弹 哈哈那就好苦力爬 继续保持下去 我也会给你一个很高的分数的 希望你可以一直坚持训练下去 姐姐老师你看我的成绩还不错吧 我可是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训练自己的 现在我觉得我射箭的精准性强多了 哈哈干得不错小白 通过成绩可以看出你已经训练很久了 放心吧 这次的成绩我会给你一个一家的 你也要和其他人一样继续保持下去 那样才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 下一个学生是哪一个 好吧现在还剩下小江江和史莱姆 你们两个怎么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 难道说你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训练过吗 这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什么意思姐姐老师 你们两个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天赋 要是你们多加强训练的话会变得更强的 所以这次我并不会给你们两个打出很好的成绩 但是没有关系 你们下次还有机会 好吧我很抱歉姐姐老师 我保证我们下次会提前准备好的 那好这次的成绩我就不帮你们写在成绩单上了 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姐姐老师我刚刚只是和史莱姆一起出去玩了 所以忘记完成你布置的任务了 大家做的都很不错 我想你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老师也应该休息一下 对了卖气我们呢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 说句实话 我现在感觉有点饿了 饿等等快看那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村民出现在那里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说他们是想阻止我们上课吗 可恶的村民们快点离开这里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是要我看你们这些村民是羡慕我们开的新学校了 村民们为了阻止我们的怪物学校变得更好 好像在我们怪物学校放了一些猪网和泥土坏 实在是太可恶了 居然搞破坏 现在我们要赶紧将这些地方给清理干净 因为这里看起来实在是太脏了 很显然村民们是想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真的是太可恶了 他们居然敢攻击我们的怪物学校 我一定要向他们报处 听着同学们 刚刚那些村民们的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们不仅不让我们去村民学校上学 还要将我们的怪物学校给毁掉 这里就是他们的村民学校了 我们也要想个办法出来报复村民们 村民们既然来我们这里捣乱 那我们也不要放过他们 你们全部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姐姐老师 那好我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最好是不要被他们发现 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姐姐老师 但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之前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要是我们被发现的话那就完蛋了 我们先等一个村民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障碍物 他出来踩到这个之后就会弹起来然后摔倒 不过我想你们应该让村民们看见你们 这样村民才会出来并且上榜 好的姐姐老师我们现在就进去捣乱 哈哈干得漂亮 就是需要这么对待这些村民 现在你们赶紧回到怪物学校里面去 就是这样 之前这些可恶的村民居然到我们的怪物学校里面去捣乱 这是他们应得的抱怨 你们只需要吓唬一下这些村民就好了 千万不要伤害他们 毕竟他们之前也没对我们造成伤害 对了村民们 要是你们再有下次的话 我们将会彻底摧毁掉这个村民学校 我要让你们知道攻击我的怪物学校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而且你还嘲笑我的这些学生们 他们只是想要学习而已 为什么你们不收下他们呢 所以为此你们要付出代价 很好我还在这个地方使用了毒药水 吸入这种药水并不会对人体有害 但是村民们会感觉自己的肚子非常的疼 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将会一整天都待在厕所里面 我想时间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吧 苦力怕你可以使用你之前学到的那个技能了 之前你不是还制作出了很多的TNT吗 现在正是使用他们的好时机 我的手上还有一个火球 这里的村民学校里面机全部被我挂上了火焰 我想到时候不再会有一个村民会进入这个地方学习 哦对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我想到时候那些魔像警察很有可能会来到这里 不过他们来到这里应该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 哈哈看着这些之前嘲笑我们的村民沦落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实在是开心极了 他们在这个房子里面惊慌失措的跑来跑去 而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着麦奇 我想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 我身上还带了很多苦力怕制作的TNT 我们可以将这个地方摧毁掉 不过首先我们需要在这里挖一个深点的洞出来 姐姐我没有带铲子 所以还是需要你自己挖才可以 好吧麦奇既然你没有带铲子那就算了 姐姐抓紧时间搞快一点 我总感觉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希望这只是我的错觉 好了挖了这么久终于挖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将这些TNT全部安装好就行了 我们一定要给这些村民们一些教训 不过到时候我们还需要布置一些红石垫路才可以 因为我们距离太近了 很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我可不想莫引人他们受到伤害 姐姐搞快一点 我可不想在这个上面花费很多的时间 现在我们只差最后一步就完成了 很快这里就会被摧毁 在地下呆了挖了这么久的洞真的是很难受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马上就要弄好了 希望我能够拥有足够的红石粉末 要不然这个搭建的不够长的话我们还是受伤了 好了终于将它给布置好了 现在我就去通知莫引人他们该撤退 大家快点集合 我想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这将会是我们怪物学校的最后一刻 要是我们成功之后 我相信大家全部都睡觉 并且你们全部都会顺利毕业 好的姐姐老师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麦琪你还在那里愣着做什么 快点过来一起帮忙 姐姐你没看到我一直都在帮忙吗 是啊姐姐老师 麦琪老师确实一直都在帮忙 这次真的很感谢你们了姐姐麦琪老师 这些村民们之前嘲笑我们的时候实在是太口 没事的我们已经帮助你报仇了 很高兴能够教会你们一些有用的技能 最主要的还是你们学习的实在是太快了 好了现在我只要将这里的杠杆开关给击火 我们之前布置的TNT就会全部爆炸 然后这里就会被摧毁掉 很好这些事情正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 是时候给这件事做个了结了 哈哈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超级大的爆炸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这个爆炸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 我想这些村民们应该长记性了吧 但愿以后他们不要再对墨影人 他们做出那种事情出来 好了是时候该回到我自己的怪物学校里面去了 真的很开心我为墨影人他们还回了一个公导 并且我为他们感到很骄傲 我已经将我所会的东西全部都交给他们了 好了现在我们是时候该毕业了 那些可恶的村民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 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 那就是我们这里的怪物学校实在是太脏了 麦琪你可以过来帮助我来清理一下吗 不可以解解我现在很累 因为我之前和你一起忙活了一整天 所以还是你自己清理吧 好吧这些事情做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那就由我一个人清理吧 等到我将这个清理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派对了 太好了我很快就要完成了 看看我们这里被那些可恶的村民弄得多脏 好了终于清理完最后一块的泥土了 让你们久等了 你们准备好了毕业吗 准备好了姐姐老师 你们每个人都很棒 现在我为你们打的全部都是一家的分数 和你们想的一样你们已经正式毕业了 你们还可以回去和你们的好朋友分享这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虽然你们是第一批来到怪物学校学习的学生 但是我相信你们是最好的一届学生 要是你们你愿意的话可以留在我们怪物学校来教其他的人 是啊姐姐说的没错 我真的为你们感到骄傲 好了现在大家全部都毕业了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僵尸出现在了这里 还有大傻春 大傻春你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是乌龟吗 你怎么突然变成了个苦力怕了 别说我了方块哥 你以为你能比我好到哪里去 你还不是也一样变成了一只僵尸 你就是比我多出了两只手而已 太奇怪了 我们为什么会突然集体变成了这些奇怪的怪物 出现在了这个孤零零的方块上 我们该怎么在这里生存下去 这里什么也没有 除了这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泥土块之外 这里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点东西 等等这怎么可能 我天哪太神奇了 难道是我们出报告吗 每当我打碎一次这个泥土块 它就会给我刷新出一个新的泥土块在这 这又是什么新模式 哦等等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刷新出新的方块的方块 每当我们打碎它一次 它就会给我们刷新出一个全新的方块在这 就像是这样 太神奇了 看来这是老天给我们变成僵尸之后的生存奖励 来吧让我们一起不断的打碎收集这个方块 看看它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吧 泥土块木块木块又是泥土块 难道这个方块只能给我们刷新出一些泥土块和木块吗 如果单单只是用泥土块跟木块的 我们也一样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 等等箱子 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箱子在这 难道这个是给我们的奖励吗 三二一开 哦天那是木块 这个箱子里面有好多的木块跟泥土块在这 来吧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泥土块来扩建一下 我们脚下的这块小空岛吧 不然要是一不小心从这里掉下去了 可就不太愉快了 好了差不多了 现在这里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泥土块 扩建成一个巨大的空岛 不过这个还不够 来吧让我们继续打碎这个方块看看 看看它还能给我们变出些什么东西吧 泥土块泥土块 等等我有个主意 我为什么不用这些木块制作成一个手工桌 用来制作一些工具什么的吗 这样我不就能更快更省力的收集这些物资了吗 来吧让我把这个手工桌给放在这 然后再用刚刚收集到的那些木块 来制作一些铲子和木板什么的 看到我现在的挖矿速度瞬间就快多了 这可比我刚刚用手来挖的效率要高得多了 等等小猪 哦天那太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这个方块不仅能给我们刷新出新的方块 还能给我们刷新出一些小动物什么的 你好啊小猪 欢迎你加入我们 等等又是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又会有些什么 哦是苹果和树苗 这个箱子里面有好多的苹果跟树苗在这 真的吗方块哥 真的有苹果吗 快给我个苹果尝尝 我感觉我的肚子都快要饿坏了 虽然但是 你现在不是已经变成苦力怕了吗大赏春 苦力怕还能吃苹果吗 管它能不能吃的 我先吃了再说 好吧我征服了你了 来吧让我把这些小树苗全部都给种在这 好了大功到成 等这些树苗长大之后 我们就会有耗不尽的木材了 来吧让我们继续回去开采这个方块吧大赏春 也不知道它接下来又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惊喜 哦天哪小牛牛 这次居然又给我们带来了一只小牛牛和小羊 麻烦让开一下小牛小羊们 你们在这里有点妨碍到我工作 你们可以去那边找那只小猪玩玩 它会跟你们介绍这里的一切 不知不觉 这棵树居然都已经长得那么大了 来吧让我把这些木块给收集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木块用来制作工具什么的 方块哥快过来看嘛 这个方块又给我们刷新出了一个箱子在这 是吗来吧让我们一起打开它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 哦天哪是胡萝卜跟小麦大赏春 这里面有好多的胡萝卜跟小麦种子 太棒了万岁 有了这些胡萝卜跟小麦种子在 我们跟这些小猪小牛们就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等等我有个主意 不如让我们在这里给它们建造一个木场怎么样 这个主意不错我喜欢 来吧让我们开始吧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给这群小动物们 建造一个属于它们的房子吧 麻烦让开一下小猪猪 我正在这里给你建筑你的房子呢 请不要在这里挡木 好了差不多了 来吧让我用这些胡萝卜 把这些小动物们给带进这个牧场里面去吧 快点进来吧小猪猪 这些胡萝卜都非常的美味哦 干得不错小猪们 给我好好待在这里吧 现在我要去继续完成我的工作了 来吧让我们回去继续我们的工作吧 大赏春 等等小牛 我们怎么把这只小牛牛给忘了 黑小牛快过来 这里有小麦吃哦 快点过来吧 很好就是这样 给我进去吧 好好在这里待着吧小家伙们 等等这里怎么还有一头牛在这 它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算了不管它了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吧 我又是一个箱子 等等水是水大傻春 太棒了我们找到水了 我们找到水了 水在生存中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有了水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建造我们的农场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先在这里建造一个无限水源 就像是这样把这里给围起来 然后把这些水给倒进这里 好了大功到成 现在是时候该来建造我们的农场的大傻春 不过先让我看看在哪里修建我们的农场比较好了 有了就在这里吧 来吧让我先把这里给挖开 就像是这样 在这里挖出一道水工 好了差不多了 下一步再把水给倒进这里 这样就能保证到我们农场里面的每一个泥土块 都能得到这些水的浇灌了 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始在这里耕种到大傻春 让我们把刚刚得到的那些食物种子 全部都给种进这块农田里 就像是这样 等等大傻春你怎么能在那里偷懒不帮忙 方块哥难道你忘了吗 我现在没有水 好吧看来在我们还没有恢复原样之前 这里的所有活都只能交由我一个人来干 好了差不多了 我们的农场就这样完成了 有了这片农场在 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会没有食物的问题 我天哪方块哥快过来看了 基岩这个方块变成了一块基岩 不好如果它变成了基岩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没法打碎到它了 这样我们岂不是没有办法继续从这个方块里面 获取更多的材料 等等它又变了 难道刚刚是我们眼花了吗 算了不管了 反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来吧让我们继续开采这个方块 看看接下来它还会给我们刷新出一些什么样的宝贝吧 泥土块泥土块泥土块 还是泥土块奇怪 难道这里真的除了泥土块和木块灯箱子之外 就没有其他新奇的东西了吗 再给我们来点不一样的东西吧小方块 我已经厌倦这些泥土块跟木块 给我们来点钻石跟金钉什么的吧 哈哈哈哈虽然我知道不太可 但是还是抱有一点点期待 它会给我们刷新出一些钻石跟金钉什么的 不不不不好了方块哥 僵尸是僵尸 这个方块给我们刷新出了一个僵尸在这 不止一个是两个 救命方块哥快过来救救我 别担心大傻村 待在那里别动 这些僵尸就交给我来对付他们吧 给我滚开你们这群混蛋 难道没看到我们跟你们长得一样吗 居然还来攻击我们 给我嘎给我嘎给我嘎 给我下地狱去吧 好了终于把他们给全部消灭掉 吓我一跳 没想到这个该死的泥土块 除了会刷新物资之外 还会时不时的给我们来两个小僵尸 方块哥多亏了有你在 不然我刚刚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用客气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公司箱子又来了一个箱子 来吧让我们一起打开它看看 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宝贝吧 哦天呐太棒了 这个箱子里面有好多的物资在这 不仅有熔岩还有沙子跟石块 太棒了我们种大奖的大傻春 这些物资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有用 来吧让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拿走 这些物资实在是太多了 我感觉我的口袋都快要装不下了 等等海带这个箱子里面 居然还有海带大傻春 真的吗我喜欢海带 海带是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喜欢的食物了 哈哈哈哈我当然知道 这些物资实在是太多了 我得想办法用掉一些才行 等等有了 来吧让我们给大傻春在这里建造一个游泳池 然后为他在这个游泳池里面种下一些海带 这样他就有源源不断的海带可以吃了 真的吗方块哥 你真的要在这里给我种海带吗 太棒了谢谢你 谢谢你我最好的朋友 不用客气大傻春 谁让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呢 来吧让我用这些石块在这里扩建出一个巨型泳池 就像是这样 好了差不多了 这里应该已经足够大了 最后再在这里放上这些沙块和水 因为海带好像是生长在沙块上面的食物 如果想种植海带 就必须要有沙子才行 好了差不多了 我们的巨型泳池就这样完成了 来吧让我把这些海带跟海藻给种植在这里吧 大傻春 很快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海带可以吃了 哈哈哈哈 地球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跟狗蛋刚刚结束了一场宇宙航行 并且还带回了非常多有趣的东西 这是一些比较奇特的材料和各种各样的东西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带了一顿珠宝回来 哦我的天啊 现在我相信咱俩绝对是我的世界中最有钱的人 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去探索的那个星球 竟然有这么多的珠宝 甚至还有一堆钻石埋在那里 那里的外星人对比我们真的超级富有 是的石头哥我也注意到了 这一次确实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 但是带回来的这些奇怪矿石该怎么使用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或许只能去查看书籍看能否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狗蛋我现在非常同意你的想法 希望你可以尽快找到和这些矿石相关的树 这可以快速帮我们找到使用方法 突然一位村民慌慌张张张的冲了进来 真的BBQ了石头哥狗蛋 你们快打开电视观看新闻 有一群外星人正向我们的星球起来 我猜他们绝对是来掠夺我们的土地和资源的 什么村民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可不喜欢听这些文笑 紧急通知 我的世界上空出现了非常多的顾名飞行 并且经过专家研究认为很有可能是外星飞行 如果真是这样 这也意味着外星人已经来到了我的世界 暂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请各位村民保持警惕不要出门 等等 怎么好像是有人入侵了电视台 哦不不不别打我 哦我的天啊 看来村民说的是真的 这些人看起来确实像外星人 狗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难道这一次我们将要被外星人俘虏成为奴隶吗 不不不我不要 狗蛋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必须在他们进宫之前做一些准备 石头哥狗蛋你们好自为之吧 我不能继续待在这里 石头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 到底该怎么样才能驱逐这些外星人 狗蛋现在我也很迷茫 也许我们可以带上某些武器预防他们 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这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 等等 哦我的天呀 上面真的好像有一架外星飞蝶盯上了我们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天呐看起来他们是想抢劫我们的房 哦不不不 这些外星人是强盗吗 我的天狗蛋不能继续待在这里 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武器对抗他们 当务之急得赶紧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现在地下室应该暂时是安全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打造一个地埔 这样也许就能躲过外星人的追捕 现在有个大麻烦就是 我们并没有设备和材料 石头哥你看一下可不可以利用一下地下室里面的东西 狗蛋那我们快点检查一下这里储存了什么 我记得是储存了很多物资 我果然没有猜错 里面有大量的材料和武器还有设备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进来了 所以差点忘记了 多亏了我们之前储存的这些物资 现在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我准备用这些材料来打造一个掩体堵地外星人的追捕 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躲在里面之后我相信外星人将无法把我们带走 那石头哥我们该从哪里开始了 还是说我们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先改造一下墙壁 狗蛋这一次你猜对了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石墙全部换成铁块 现在只有把墙壁全部打造成铁墙铁壁才能足够强大 并且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做点其他的事情 好了把石墙拆完之后 开始使用铁块打造墙壁 很显然现在只有使用铁块来打造的地堡 才能抵挡住外星人的入侵 并且我们还要准备一些武器和陷阱以备不时之需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地堡已经全部被铁墙铁壁包裹了 但是这样肯定也还是不够 狗蛋我们先出去看一下外面什么情况 等等 这些飞碟怎么还在空中逛 他到底想从我的世界里面得到什么 狗蛋快点回去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 并且得赶紧把地下室的舱门给装上 这样就安全很多了 至少现在没有那么容易发现我们 真的BBQ了 这艘外星飞碟还在疯狂的我的世界 等等 天呐他们想干什么 狗蛋完了完了 怎么感觉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地下室 整个地下室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他们在试图把整个地下室全部吸走 幸好我们之前把脆弱的石墙全部换成了铁块 才勉强抵挡住了外星飞碟的隐秘 接下来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狗蛋我在想他们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得赶紧出去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 等等 现在为什么这么安静吗 难道他们是意识到抓不到我们 所以会溜溜的跑了吗 或者说他们飞到了其他的地区继续掠夺我的世界 狗蛋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我们得赶紧改进一下地下室 并且可以设置一些陷阱来应对他们 首先从这里放一些这样的柱子 我想打造一些炮塔来攻击外星人的飞碟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计划 并且还可以在旁边设置一些激光 这样也许可以更加安全地保护我们的地下室 不管怎么样 现在至少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不知道狗蛋在下面弄些什么 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他了 难道他在下面翻地下室又找到了什么新的物资吗 算了不管了 我正在尝试安装安全激光 现在必须抓紧时间 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外星人是否会突然回来 但是这一次只要他们回来 我的炮塔和激光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他们不该这样掠夺我的世界 让这么多村民流离失所 这也是我跟狗蛋不想看到的 我的世界是所有村民共同的家园 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炮塔激光已经全部打造完成 不知道狗蛋在地下室下面忙些什么 我得赶紧下去看一下 狗蛋你在这里干什么 等等 你打造这么多铁柱子出来 是为了加强天花板的支撑能力吗 是的石头哥 你在外面打造了这么多的安全措施 所以有了这个可以大大加强天花板的承重能力 狗蛋这一次你真的非常棒 我在上面打造的这些炮塔是不是也超酷的 并且还架在铁柱子上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安全激光包围着我们的地下室 这边的门是留给我们出去了 从外面可以观察到我们的防御已经非常破 狗蛋你觉得他们还会回来再次攻击我们这里吗 哦我的天呀 该死的外星飞碟再次起来 并且这一次他们同时出动了三艘飞碟围 天哪看来他们不抓住我跟狗蛋是不会罢休的 幸好我跟狗蛋早早的准备好了安全措施抵挡他们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好一大波外星人正在向我们的措施围困而来 哈哈哈哈 有了这些安全机关的防御 相信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进来 这些来自太空的外星文明看来也没有比我们强多少 等等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狗蛋为什么他们全部撤走了 真的非常奇怪 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好好的待在这里 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 石头哥你确定我们要一直待在这里不出去吗 那到时候村庄的一切全部都被毁了 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狗蛋你的意思是想深入村庄调查他们的情况吗 或者把他们的外星飞碟破坏 反正就是不能让他们这么轻而易举的毁掉我们的村庄 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狗蛋就让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到底打算在这里做什么 并且我还觉得可以想出一些计划来阻止他们 狗蛋你别跑这么快 这可不是儿戏 接下来的一切可能都非常危险 并且我们身上并没有带什么强力的武器 等等 他们在前面干什么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傻傻的站在那里 这真的非常奇怪 我跟狗蛋必须赶紧查清楚他们接下来到底想做什么 我在想 他们是在以某种方式开会预谋着什么大的计划吗 如果他们想威胁村民 那么很有可能村民们就轻而易举的把房子全部让了出去 这样我们就会不这儿摆 整个世界全部变成外星人的领土 等等 石头哥你后面有个外星人来了 我连忙转过身 并且拿起武器朝他冲了过去 很快这位落单的外星人就被我跟狗蛋瞬间制服 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些外星人的能力是什么 所以我跟狗蛋决定把他锁在笼子里 并且尝试和外星人谈判 也许他们会做出让步离开我的世界 好了 现在已经把他给关好 狗蛋就在刚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登上外星飞底 并且在里面进行某种破坏或者说炸掉它们 这样也许可以大大削弱外星人的力量 等等 狗蛋你开的到底是什么 天了你在哪里弄出来的车 哈哈哈哈 这也太酷了 有了这个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计划 我跟狗蛋把装着外星人的囚龙放到了车上 并且我们准备分头行动 我开着车拉着外星人去云动诱惑其他的外星人 哈哈哈哈 很快他们就启动了外星飞碟准备开始追捕 我现在的计划是把他们带得离村子越远越好 我透过后视镜看到了三辆飞碟正在同时追捕我 太好了 这些愚蠢的外星人并没有发觉稳静 并且他肯定想不到我在中途已经跳下车 哈哈哈哈 他们还在快速的追捕着前面那辆无人的车 现在的速度很快他们就会被这辆车一直带死 直到远远的远离我们的村庄 虽然刚才的计划非常危险 但是看起来他们已经上到 由于那辆汽车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他会一直行驶下去 外星飞碟也会一直跟在后面 哈哈哈哈 狗蛋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现在村庄暂时已经脱离了威胁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无家可归了 石头哥我在你完成计划的时候找到了一些鸡 等等 狗蛋这些鸡有什么用 我不明白你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 石头哥你误会了 这些并不是鸡而是隐藏的鸡型无人鸡 你忘记了是怎么把他们带来的了吗 哦我的天呀 这些鸡竟然可以飞起来 狗蛋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石头哥我要把发射器装在无人鸡上 这样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正式作战单位 为我们提供火力支援 到时候一旦遇到那些肮脏的外星人 这些无人鸡就会立刻朝他们开枪驱赶他们 天哪狗蛋你真的想出了一个非常棒的主意 这一次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了 现在我们村庄的上空有了一群无人鸡群 变得更加安全了 但是狗蛋我忘了告诉你 现在那些肮脏的外星人肯定暂时还回不来 虽然我觉得他们肯定还会卷土重来 但是现在有了你这个计划作为最后的手段 你就没有这么担心 接下来我们将设法将新的无人鸡送上天空 这么说吧 那些机型无人鸡只要找到那些外星人 就会在他们破坏我们村庄前消灭他们 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安装一些火箭发射器 到时候打败那些外星人就更加容易了 虽然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打造更多的攻击措施 但是还是不能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毕竟他们是来自外太空的先进文明 尽管现在感觉到他们很多 但是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得过 尤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的手段 或者说让他们知道我的无人车在戏甩他们 很有可能会立即折返回来摧毁掉我们所有的武器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狗蛋我决定准备一个导弹计划作为杀手组 并且还要把其他厉害的武器一并带上 这一次一旦他们敢再次卷土重来 这些武器会给他们中创 让他们永远不敢入侵我们的世界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等等 石头哥我好像听到外面有动静 不对 难道是那些外星人已经折返回来了吗 我们得赶紧出去看一下 天哪我真是受够了 现在他们正在操控外星飞碟疯狂的攻击我们的地下室 这些可恶的入侵者 真的以为我跟狗蛋好欺负是吧 为什么要来入侵我们的家园 狗蛋你还好吗 现在发射导弹需要准备的一切已经就位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发射导弹了 快点快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地下室快顶不住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导弹摧毁它 导弹发射 一切都给我紧束吧 狗蛋我们已经消灭掉了所有的外星人 是时候出去重建家园了 大势不好的伙伴们 小野和土豆最好的伙伴 小白竟然离奇失踪了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野和土豆能否找到小白呢 我们接着看 这太奇怪了 我和朋友们计划今天去野餐 我们说好了在这里见面的 但是他们都在哪里呢 我都已经在这里等很久了 还是没见到有人来 我不会是被放鸽子了吧 嘿 野哥你这叫什么话 我已经到了 哦嘿 土豆见到你真高兴 嗯 但是今天是去野餐 不是去挖矿你 带个矿工帽干什么 嗯 野哥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但是带矿工帽和出去野餐并不冲突啊 这可不是一顶普通的矿工帽好吧 毕竟今天我们要去野餐 我想在路上 要是万一遇到一些 好的矿洞 我们不就可以 顺便挖一些钻石回来了吗 或者砍倒几棵树 这不刚好一举两得了 嗯 你又别说土豆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你准备充分 但是我们其他的朋友呢 我来了 飞起来 哦 香脚小子 我累个骚钢 你今天为什么没和小白一起来啊 你没看见他吗 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我今天在家等了他好久 没有等到他 看起来 小白今天有点忙啊 哦 伙伴们这很奇怪的 那他去哪里了 你们知道吗 等一下 他告诉我 他会先去矿洞 你见过他吗 不我们没见过他 不 我也没见过他 嗯 香蕉小子你看到他了吗 这越来越奇怪了 不如你给他打个电话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怀疑 小白遇到了什么危险了 嗯 好吧 我们就这么做吧 去吧 香蕉小子快给他打电话 嗯 真奇怪 他挂了我们的电话 事情确实奇怪起来了 因为他从来不会挂我的电话的 是啊 香蕉小子这很奇怪 我们需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嘿 有人吗 有人吗 救命啊 救命啊 出大事情了 哦 野哥和土豆 还好你们在这里 出大事情了 你不知道你的朋友小白出了什么事吗 他被强盗绑架了 这是真的 我发誓相信我 什么 那不可能 这是真的呀 请你们赶紧去解救他吧 原来是这样啊 别担心村民哥 我们会解决那些强盗的 太好了 好吧 我们走吧 我们赶紧走吧 野哥等等 我这就来了 香蕉小子 你在这里等我们 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来吧 捕斗跟着我 嗯 那你有什么计划 野哥 我有个主意 首先让我们去我的房间 我有一个特别的房间 专门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房间 哇 野哥我好好奇啊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房间呢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件事 看这里 什么 不是吧 你确定这下去能行吗 没事的你 相信我 我们先下去吧 嗯 老实说 野哥我很害怕 野哥 你怕什么吗 我来助你 飞起来 啊野哥你竟然踢我屁股 好疼啊 啊好吧 土豆 我就在你后面等我 啊 野哥我是真的想不到啊 没想到你藏了这么多武器 在你的房子下面 是的 看 我为这样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所以让我们 迅速武装自己 我们得出去 对付这些强盗 听起来不错 野哥我们开始吧 现在拿上你需要的东西 嗯 好的野哥 首先 我要这个 这也是火箭 发射器 让我们带上这些补给和这些 嘿 土豆量力而行 你在我这打土豪呢 你拿不了这么多东西的 哦不 野哥好吧 我还差些什么呢 我想 这就够了 我也应该穿这个吗 你在那边干什么 我已经在 拿手榴弹了野哥 哦哇土豆 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手榴弹 嗯 好吧 野哥你永远不知道 我有火力不足恐惧症 这些我都需要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 好吧 让我们穿上盔甲 黑土豆 我们去穿盔甲吧 来吧 让我们装备起来 穿上盔甲 哇你这盔甲有点紧啊野哥 并且好重啊 说实话野哥我觉得我有点呼吸困难了 那当然了我这可是最好的盔甲 并且 这也是为了预防毒气才准备的 好的 野哥 我都准备好了 你呢 是啊 我也已经准备好 看 我已经得到了我需要的一切 很多的子弹和手榴弹 好的野哥 可是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 不要慌土豆 我准备了一个备用处口 我们走 哦我们走吧 我们到了土豆 是啊野哥 我们终于成功了 你知道吗 我累坏了 还好你的盔甲有加速的效果 不然的话 这真的是一场噩梦啊 是啊 没开玩笑 好了 我们去拿下那些土匪 走吧野哥 咱们走吧 前面就是了 土豆我先试着 悄悄地打开大门 等等野哥 什么 如果我们 是按门铃呢 土豆你在说什么 你疯了吧 我们需要悄悄地进屋 不然他们不就有防备了吗 好吧 好吧 你说的确实对啊野哥 好了 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就冲进去 三 黑服伯乐来了 举起手来 并且站着不要动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野哥 土豆你怎么来了 赶紧举手 干得好 我现在问你们 我们的朋友小白呢 你说的是谁什么朋友小白 我们不知道啊 都这时候了 你们还在狡辩 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的朋友小白呢 你不是绑架了他吗 不 不是我们 我发誓 靠着墙站好 搜查一下这里土豆 我来控制他们 也许他就藏在这里 我再找野哥 不 他根本不在这里 所以他们没有撒谎 你看他小野 我都说了不是我们 我们只不过是在扮演劫匪玩游戏而已 哎 看来我们错了 我们回村子吧 不好意思了 是我们的问题了 哦野哥不要太沮丧 我们会找到小白的 这怎么可能土豆 我们知道他被强盗绑架了 但事实证明不是他们 这怎么可能呢 五豆你说 会不会是贼喊捉贼了 野哥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村民有问题对吗 没错 土豆 我现在不得不怀疑是 这个村民的问题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野哥 但我相信我们会找到小白的 是啊 我们走吧 我不知道 也许我们该回家了 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嗯 什么 香蕉小子还在这里 哦嘿嘿 香蕉小子什么 你找到了新线索了 没错就是这个 好像是野哥 发生了什么事 你想告诉我们什么 好吧 我们跟着你 看起来是这样 但我还是不明白 野哥 我也不知道他带我们去哪里 他发现了什么 他想给我们看什么这是 一台照相机 一台照相机 哦 我明白了 他找了一些监控的画面 太好了香蕉小子 让我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 终于到了我期待已久的时刻 现在我可以拿到我的绿宝石了 哼 小白他 拿走了我所有的祖母绿吗 他快把我逼疯了 他为什么总是能抢先一步 拿走我的绿宝石呢 我得想一个完美的办法对付他 这样就没有人能和我抢 什么什么 这怎么可能 香蕉小子马上报警 好吧 干得不错 报警 我们去处理这个村民 好吗 咱们走吧 土豆 走吧 野哥我就在你后面 走吧土豆 我就知道 这个村民肯定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是他野哥 我们赶紧去就小白吧 哦耶 我们走我们走 他的房子在哪 哦 在那里 这里果然有问题 你看这里的大门锁得很紧 嗯 土豆 你不是有斧头吗 等等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试试这个 哦 是的 试试这个 哦完美 他起作用了野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走 野哥快点 我来了我来了 这是什么 小白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真没想到 你竟然被抓了 好吧 让我带你离开这里 这太可怕了 这是怎么发生呢 哎 你是怎么抓到我的 哦好吧 你好 野哥 谢谢你的线索 我们现在已经把他抓住了 谢谢你打电话过来 好吧 我们回去吧 他要进监狱了 太谢谢你了警官 谢谢你抓住了罪犯 我们做到了土豆 奈斯 我们做到了 野哥式的式的 黑土豆 现在让我们帮他离开这里 哦 我太高兴了 还认识我吗 我是姐姐 对面的那个绿骨架 是我的好朋友迈奇 由于我们最近开采蘑菇时 误实了一种拥有剧毒的蘑菇 导致我们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意识都是非常清醒的 所以我们要拯救自己 这是一个可以消除 我们身上病毒的神奇管道 这里面充斥着很多的危险 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必须要想办法让自己恢复 现在我和麦奇都变成了僵尸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天啊 姐姐我们赶紧进去吧 虽然不知道我们接下来 有什么怪物等着我们 现在我们必须进去 是的麦奇你说的对 打破这一堵墙 对我来说这并不难 你还好吗麦奇 作为一个变异的骷髅 我有数不尽的弓箭 我可以用我的弓箭攻击这面墙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轻松 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厌倦了做骷髅 看看我们这是到了哪里 似乎这里还有大自然 我明白我们需要收集资源 这意味着我们要有很多的路要走 不不不姐姐 你没有看到前面有很大的太阳吗 是啊我看到了 太阳会攻击我们了 姐姐你忘了我们现在的身份了吗 如果我们被太阳直接照到了吗 那我们将会灰飞烟灭的 我的天那麦奇我差点忘了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用牛皮肤 为我们自己制作衣服 这将是我们免受太阳的伤害 我们不会在天空下燃烧 是的 我们需要一个工作台 这些树木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 这将是我们搭建工作台的重要物资 嗯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喜欢这个计划 我认为这样会很好 我们会顺利的中国第一段 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制作衣服的材料 我们需要制作一个头盔 因为头盔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阳光照射 这太好了 这些物资足够我们使用 是的 你说的对 我已经忘记了 我们需要制作一个头盔 这样太阳就不会攻击我们 也就是说 所有的突变体像 僵尸和骷髅 它们只会在晚上戳墨 在太阳的影响下 也就是白天 它们会躲在一些阴凉的里面 但是我们不一样 并且非常的聪明 因为我们想出了这个技巧 是的 太好了 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麦奇这个真的非常有效 我认为我们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是的 你说的对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需要互相帮助 这会让我们所向拼命 这里又有一堵墙 也许我们通过这里就可以恢复自由 不解解 我想这一切不会那么简单 哦 不不不小心麦奇 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天哪 它是一个巨大的墨影人 看起来我必须要摧毁这个墨影人才能继续 那我们就试着毁掉它吧 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起做到 是的 最重要的是保持距离 小心不要让它离你太紧 我知道对付墨影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 但是现在我们并没有水 别担心解解 我可以远程攻击墨影人 但是它看起来非常巨大 不过我相信我们可以打败它 墨影人可以左右穿梭我们的隧道 我在想如果我们可以拥有墨影人的技能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们就可以并将作战了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并没有 结解这个墨影人的血量已经所剩无几了 它会很快的从我们面前消失 哦天哪 太好了 我们战胜了巨大的墨影人 现在让我们继续 哇 这到底是什么麦奇 这里看起来非常的平静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仓库 没错 结解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盒 并且在这些箱子里面存储了各种各样的材料 哇 这里好像有一个药水酿造器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酿造药水 也许这就是隧道的尽头 这意味着我们马上要成功了 我们可以制作一种可以让我们恢复正常的药水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坐在这里熬药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瓶已经研制好的药水 直接喝下就可以恢复了 这也许是对我们最后的一次考验了麦奇 我们需要认真小心一点 如果我们不小心研制出了一瓶毒药的话 那我们可就永远的留在这里了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食材 我们需要正确的混合它们 看起来这里并没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我记得我需要苹果 你说什么金苹果我这里有 不 我需要普通的苹果 添加到药水中的红苹果 这样它会煮得更好 效果会更好 我现在就试着找找 麦奇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奥天娜终于成功了 没想到我们自己研制解救我们的药水 现在我必须喝下它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一定会成功的 是的 我也希望如此 哇哦太棒了 麦奇我们做到了 我们终于恢复到了正常 是的 杰杰 我们做到了 我很高兴我们找到了治愈疾病的方法 现在我们是正常人 而不是某种变种人 这条隧道终究没有欺骗我们 我很震惊 我们很轻松的就搞定了这一切 麦奇我们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 让我们继续前进 只有穿过隧道 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脱离危险 我们成功了杰杰 我已经听到了小鸟的叫声了 这一定是隧道的最后一扇灵了 这是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恢复了自由 穿过了医治我们的隧道成为了普通人 我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是的 麦奇 我们应该感谢给我们提示这个地方的巫师 等一下伙计们我们正在寻找罪犯 你见过这些骷髅和僵尸吗 听说他们就这条隧道的附近 他们做了很多坏事 现在我们要带着他 没错 我们也觉得他们就这只附近 但是我们并没有见到他 我们很累 并且也特别的恶 我们要回家警察叔叔 好的 谢谢你们的提供的信息 拜拜 麦奇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 不然接下来又会有新的危险 齐麦奇 你有没有看到昨天晚上的新闻 我的世界宇宙中正有一个黑洞形成 它逐渐扩大 靠近它的每个星球都被吞射了 很恐怖 我的天哪 听起来确实很恐怖 如果我们被那个黑洞吸附了该怎么办 麦奇黑洞是极其危险的存在 他们会吸收一切东西 就连光也无法逃脱 那我们去看看村民没有什么办法吧 说不定他们也看新闻了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出去看看吧 快看了 麦奇这里就有一个村民 我们去问问他对黑洞有多少了解吧 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听到昨天晚上的新闻 你好好聪明先生 你有听说过黑洞吗 什么黑洞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居然不知道黑洞 黑洞是非常危险的存在 它会吸附一切东西 是很恐怖的存在 好了好了麦奇 你不要再吓唬那个村民了 姐姐 我记得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瞭望塔 我们去看看吧 说不定能在塔上观察到黑洞了 麦奇你确定可以吗 我也不确定 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 毕竟我们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不是吗 你说的有道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瞭望塔上面 这里有一个天文望远镜 哇 它看起来好像能观察一切的样子 现在就让我来看看吧 姐姐姐姐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我去 我这是眼花了吗 黑洞怎么会出现在我的世界村庄当中呢 麦奇麦奇不好了不好了 有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我看到一个黑洞正在吞噬一个星球上的村庄 目前来看它还在不断吞噬着那些方块恐怖程度 你根本无法想象 天啊 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现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 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让我来看看 哎呦我去 这也太恐怖了吧 而且那个黑洞如此之大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太空怪物一样 试得准确来说 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躲避这个危机 毕竟黑洞 我们根本无法抗拒它的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姐姐 我们的想办法毁掉它 否则它一旦抵达我们的星球 我们所有人都会遭殃 我知道 但我目前为止想到别的办法来对付这个黑洞 我想一定有办法来阻止它的 不然我的世界岂不是要毁于一旦 让我来想想 等等我有一个主意 你忘了我前段时间研发了一台时光机吗 虽然还没有使用过 但我确保它能正常运行 只要我们回到黑洞产生的时候阻止黑洞出现 那也相当于消灭了黑洞 哇 这可真是个好办法 那我们赶紧行动去吧 现在就回家去做上时光机 而且这个黑洞增长的越大的吸附力就越强 我们得尽快阻止 好了 这里就是我研制的时光机 你只要站到里面去 姐姐你确定这个玩意儿安全吗 当然了 我发明的东西你还信不过吗 赶紧去吧 有我在别害怕 很好 现在我要将你传送回到过去了 魏快看麦奇现在已经走了 现在该轮到我了 让我开始吧 姐姐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的时光机坏了 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很久了 不好意思买起这个时光机有一点点误差 不过问题不大 我还是过来了 走吧 麦奇现在我们需要阻止那个黑洞的产生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快看了 这些村民都在这里快乐的生活着 而且出现黑洞这个消息 新闻广播还没有发出来 是的 不过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才能阻止黑洞的产生 你跟我来这边吧 麦奇这里有几枚火箭 我们可以乘坐火箭抵达产生黑洞的星球上去 调查一下原因 挖这个办法能行吗 那当然了 事不宜吃赶紧上火箭吧 我这辈子没有做过火箭了 可真紧张 现在我和麦奇已经乘坐了 我要准备升空了 挖快看啊 火箭起飞了 好了麦奇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那个星球 你个头不晕了吧 是的 我已经不晕了 不过这次的飞行实在是太苦 我们已经抵达了另外一个星球 快看啊 它是这个星球的居民 我要找他问一下情况 你好 你们星球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在晚上会经常听到轰隆隆的声音 这个算吗 肯定算了 实在是太感谢你提供这个线索了 麦奇太好了 根据这个线索 我们可以去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 现在这样我们去收藏它发出噪音的根源吧 根据村民的指示 似乎就是这座房子发出来了 只不过它四周都有铁栏杆包围 村民们无法进去提醒这里的主人 我们该怎么进去呢 我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 可是这个铁栏杆太高了 我们进不去了 门也上锁了 这栋房子有个楼梯 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一下 我们正在给村民解决问题 他一定不会介意的 走吧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房子的屋顶 我想这个房子层层围起来一定有问题 现在我就跳进去 哎呦我成功进来了 麦奇快来 好的没问题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抵达了围栏里面 现在我要进去了 不过麦奇我们一定要保持安静 不要吵醒这里的居民 否则他一定会把我们两个赶出去的 好的没问题 可是我看了一下 这里似乎就是一个普通屋子 并没有什么可以的 箱子里面也是空的 或许他只是平时不爱跟人打交道 所以把自己隔绝起来了 麦奇不管他是什么原因 我们总归要阻止这个黑洞的产生 还好这个村民他睡着了 不然被他发现 我们两个擅自闯入他的家里面 他一定会很生气的 姐姐你觉得 他就是让黑洞产生的罪魁过手 很有可能 我快看了 我在他床头发现了一张笔记本 上面写满了一些计算公式 和一些我看不懂的星球语言 一个村民用这么复杂的计算公式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一定有问题 或许他会不会有什么密室之类的 哇 我的天哪 快看这幅画是假的 果然这里有个秘密入口 我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一个超级炸弹吗 黑洞是在大爆炸中产生的 我想这个炸弹绝对就是黑洞产生的根本原因 我的天哪 他看起来像是被某种信号控制的 现在我就要将他的信号切断 然后关掉这个炸弹 这样他就不会爆炸了 也不会产生黑洞 是的 只有这样我的世界才能不被黑洞侵蚀 现在已经关掉它了 麦琪我们是时候该走了 我想我们成功地阻止了这场灾难的产生 万岁太棒了 麦琪这次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在这里了 就是这个红色圆圈里面 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岛了吗 村民被困在那里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如何到这里来了 但是确定的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在做梦 同样被海洋包围了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除非我们找到生存之道 否则我们无法离开这里 你说的对节节圆圈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这是一项挑战 它并不适合普通人 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我们 我们来这里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他们可能没有食物 没有水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帮助他们 如果我们有木材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工作台 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工具 这棵树将会是我们战胜困难的第一步 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一些 让我们建立一个工作台并准备好工具 至少让我们做一把斧头和一把稿 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更快的挖掘和砍发 也许我们可以在海底某处找到一些石头 好吧 我们开始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台 这就像一场小小的生命 我有一把稿 希望我可以找到有用的东西 我要下水的麦器 我希望可以开采到一些石头资源 如果我们能制造石器 我们可以建造更多的东西 更利于我们继续生存下去 好主意节节 但是你一定小心 你知道这些地方可能有掠视者 它们可能会藏在我们注意不到的地方 别担心麦器 我可以应付得了它们 我只需要开采带走一些石块 我会尽量快点 节节快点回来 你在水下待得太久了 我觉得这里有问题 好的 我明白了 我正在向上面游泳 我已经采到了一些石块资源 我们可以制造更厉害的武器了 哦不不不麦器 我遇到麻烦了 有一只鲨鱼正在我的周围 这条鲨鱼会严重影响我们继续在这里生存下去 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要试着战胜这条鲨鱼 如果下次我被鲨鱼偷袭那样会更麻烦 节节快点回来吧 在水里我们根本不是它的对水 它游得很快 哦哈哈哈哈 我做到了 这个区域我们安全了 天呐 节节你太冒险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杀死了鲨鱼 这很疯狂 但你做到 是的 这条鲨鱼非常巨大 但现在我们安全了 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鲨鱼会跳出水面并且来攻击我们吗 没错 节节虽然我们胜利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危险 当你与那条鲨鱼搏斗时 我已经感到我们要完蛋 你战胜了鲨鱼 我们获得了一些食物 我答应你卖气以后 不会再有这么危险的动作 除非不得已 我们吃饭吧 我看到你准备的食物足够我们吃两天了 我们终于有食物了 这非常重要 肉和鱼应该能帮助我们补充体力 现在我们拥有木头资源和石头资源 并且我们还获得了很多食物 这对于我们继续在这里生存下去有了很大的帽 没有这些工具和食物我们肯定不会成功的 小心麦奇 为什么在晚上突然冒出来这么多的僵尸 我们再次陷入了困境 我们没有武器 只有这些棍子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必须阻止他们 麦奇坚持住这些僵尸的战斗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虽然我们只有棍子 但总比没有强很多 麦奇你还好吗 我正在攻击他们 但是他们的数量有很多 我们必须尽快击退他们 否则我们就会被包围 他们的数量似乎是无限的 无故不迈奇我们马上就会击退他们 我们活了下来 奥天纳如果这些僵尸再多一点 我们肯定打过他们 但是我们成功了 姐姐你看那边又长了一棵树 还在在那一块小小的土地上 原来在我们村庄的时候 从来不知道珍惜泥土方块 但是现在这个泥土方块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它可以无限的长出大树 并且为我们提供木头资源 我们终于可以做一个箱子来存放东西了 甚至可以制作用于防御的箭 小心 麦奇 也许水里并不只是昨天那一只鲨鱼 别担心姐姐我很警惕 而且现在是白天 我们知道白天会更安全一些 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木材 让我们制作一个箱子 最后我们可以将所有资源存储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有地方存放东西了 好吧 麦奇是时候再次渗入海底了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水下矿井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甚至会有铁矿 这将会对我们离开这里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昨天的鲨鱼让我意识到这里并不是那么安全 但是我们更需要快速的离开这里 所以我不得不像现在这么做 还有很多的村民等待我们营救它们 这里有很多石头 奥天娜这里看起来非同寻常 这里似乎是一个废弃的矿井 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 或者里面会有很多的宝藏 也许会有什么可怕的生物在等着我 我必须要加倍小心 谁知道这里可能隐藏着什么 但如果我幸运的话 我可能会找到有价值的资源或工具 我看到了蜘蛛并且这里有很多 我必须消灭它们 我不能保证这些蜘蛛会不咬我 并且它们还是拥有剧毒的蜘蛛 庆幸的是我还有一把剑在手里 这会让我更好地保护自己 这些蜘蛛的数量有很多 但它们对我没什么威胁 我知道洞穴蜘蛛并不那么可怕 现在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个矿井 希望这里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和麦奇 不用说我有很多的资源 但也是还好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很多 麦奇每次都会在水面上等我 但是这次并没有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东西 看起来像一艘船 会不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奥天娜你是谁 为什么绑架了我的朋友 你终于来了 孩子 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的朋友在我手里 如果你还想得到一个完整的麦奇 你需要支付足够的赎金 否则他就会去鲨鱼那里给他当晚餐 奥天娜你简直在跟我开玩笑 我们连吃的都没有还能给你赎金吗 姐姐小心这些海盗他们很危险 他们要求黄金或贵重物品来换取我的自由 我们不要屈服于他们 赎金和麦奇你一个都别想带走 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吓到我 你大错特错了 你会后悔你的决定小朋友 可恶的强盗你不是第一个试图恐吓我们 你低估了我们 这里是我们生存的地方 你不可能打败我们 我们比你想象的更强大 你做到了姐姐 海盗根本不知道他在和谁对抗 简直自不量力 船上没有人仅仅只有他一个人 他太天真了 一个人就打算吓唬住我们 现在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个威胁 我们可以登上这艘船就可以离开这里 并拯救临近岛屿的村民 这太棒了 是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趁还有时间 赶紧准备吧 我从没想过我们会乘坐海盗船探索海洋 这太有趣了 我们现在就去营救那些被困的村民 突发一则紧急播报 一枚强大的核导弹已经发射到了我的世界 请大家立即找寻掩体庇护 不好了不好了麦奇 导弹来了 我在做饭吗 你刚才说什么导弹 新闻上刚刚说了 导弹又来了 不是吧 这确实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麦奇算了 先别过着做饭了 小命都要磨了 那我们赶紧去村子里面的掩体躲着吧 可是村子里面的掩体环境不是很好 而且也容纳不了太多人 我们自己建造一个吧 刚好我们自己也有物资 趁着导弹还没有抵达这里 我们赶紧动手 现在我就要动手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避难所 等等等等等等 麦奇你就是在干嘛 你把庇护所建造在表面肯定是不行的呀 这样吧 我来改造这一面墙 我要将它改造成一个挖地机器 好吧 都听你的 不过挖的机器怎么建造啊 你听我的就行 我建造好之后 用红石粉和分配器将这里连接好 然后我会在这个地方放入一个分配器 等等你就知道它是如何运行的 这些红石粉连接都没问题 可以启动 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炸药 我要往这个分配器当中塞满TNT 然后我会先用一个炸弹炸开一个口子 接下来只需要往这个入口 永远不断的放入炸弹 它就能将下面炸出一个大坨 姐姐你不会把我的世界地图都给炸成了吗 麦奇你放心吧 不会 我做事一项都是有分分的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就拿上这些材料下去吧 我麦奇米直接跳下去硬扛啊 你还活着吧 是的 我还活着 好了 现在该轮到我的蛙 麦奇米居然已经给我安装了一个棉叶方款 真是太谢谢你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下来我要往这个通道也放入TNT炸弹 毕竟刚才的炸弹只是炸出了深度 并没有炸出宽度 我现在要放置的这些炸弹就是想它炸出宽度 这样我们就有足够大的空间了 哇 我都快看不到路了 这么暗麦前里面 我已经放置好炸弹了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建造一个安全的入口 这样才能阻挡危险进入这里 你说的对 这个我会安排上的 你不用担心 不过如果想要观察它爆炸的话 我们得藏起来 你说的对 不然我们会被炸成肉泥 我会在这个地方挖出一个空间 然后打破这面墙放上玻璃 这样我们两个就能躲在这堵墙的背后观察它爆炸的样子了 我不得不说卖心 你这主意看起来真不错 我现在已经没有炸药了 我得喊一个帮手黑香蕉小子 我没有炸弹了 麻烦你给我扔一些炸弹下来 你听得到我讲话吗 我就在下面 对 没错就是这样 哈哈哈 谢谢你了伙计 够了够了 不用再扔了 这些炸弹已经足够了 香蕉小子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说这些炸弹已经够了 可以停止了 黑伙计 你怎么也跑下来了 这里交给我和麦奇就够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给了我这些炸弹 现在我需要往没有放到炸弹的图道里面继续安装上炸弹 很好 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所有的线路也连接好了 我们可以启动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是的 启动 希望这一座桥能够保护 挖它爆炸 而且还有炸弹弹出来差点把我炸飞了 还好还好 有没有受伤 现在已经停止爆炸了 让我们过去看看挖 好啊好啊 我要看看它炸的到底有多大 这里好黑啊 深不见底的 是啊 我都看不到这里有多大了 不过我感觉一定很苦 接下来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我们先用这些石英块将这里装修一下 而且动作要快 毕竟我没剩多少时间了 现在就赶紧动手 好的 没问题 我们需要将这个地方全部用石英块填满 经历了我和麦奇还有相交小的三个人的建造之后 这里变成了一个地下王国 让我想不到的是这里居然还有后花园这些草木 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生产氧气 是的 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牧场 我感觉这里就跟地面上一样 我们养了很多不同的洞 我觉得就算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也不担心 你说的对 这个地方与世隔绝 我想和辐射一定危害不到这里 除了有后花园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电脑房 到时候无聊我们可以一起组队玩游戏 是的建造好了这个安全屋 我现在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高准无忧了吧 哇这边还有餐厅下面有很多我爱吃的巧克力蛋糕 你们爱吃什么口味的蛋糕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一间是什么呢 我来看一下了 这是我们的集体宿舍 是的这里有超级多的床 你可以随意选择 我喜欢这里 是的 我们这个地下王国建造的非常舒适 我想村子里面一定有很多村民来不及逃跑 我想也是我们家那些村民都号召到我们的避难所里吧 好主意 而且我们村子的避难所那么破 就都不知道能否抵御导弹的袭击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村民都叫过来吧 不愿意来了就算了 好的没问题 姐姐你快看啊 村子里面的村民一听说我们建造好的一个地下王国 他们所有人都收拾东西来了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保证每个村民的安全了 他们的数量真是重多 是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的避难所足够大可以完全容纳 好的没问题 不好不好了 这个开关拉不动什么情况他就是坏了吗 我也不知道 香蕉小子你要去什么地方 你出去干什么呀 他说他能搞定这一切 他这到底是要干吗 太好了 太好了 门关起来了 等等等等 不好了不好了 香蕉小子还在外面没有进来怎么办 怎么办 快开门啊 怎么办了 等等你听到了爆炸声吗 是的 我听到了外面被老大轰炸 我的天啊 香蕉小子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呜我们就不了他 迈气我们出去找他吧 你敢去吗 我当然敢去了 我们赶紧穿上这套防护服出去吧 好的 我的天啊 这个世界看起来真可怕 地面上恐怕已经没有生物了 是的 而且这些地方寸草无声 从来没有人能在核导弹的攻击下活着离开 快看啊 那是我们的房子吗 是的 想不到居然还有一个框架 前面这是什么 有一个骨架他是谁 我的天啊 他香蕉小子 一定是他当初只有他一个人闯出来了 天啊 这可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我们将他安葬了吧 你说的对 我的天啊 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嗯 现在他好好地躺在了这里 希望他安息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 还有避难所里面的人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大英雄 是时候该说再见了 就让他永远地在这里沉睡吧 我们一定会记得你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